大家好,这里是历史映像机,我是宁哥 冬汉末年从董卓乱政开始,天下便进入到了诸侯歌剧的时代 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 也诞生了许许多多快智人口的英雄人物 其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大概便是在战场上运筹帷幄的军师们了 不过有意思的是,三国时代最为著名的军师大都集中在了蜀国阵营 永川著名隐士水静先生便曾经说过一句话 卧龙、凤厨、走虎、幼林、德伊、卡安天下 水静先生学识广博、精通道学、奇门、兵法、各家学问 尤其是对识人方面十分的独到 刘备对于水静先生向自己举荐的人才自然是深信不疑 事实上刘备是一个十分懂得笼络人心的人 以至于后来三国名士几乎大半都尽规其手 其中便包括卧龙诸葛亮还有凤厨、庞世元 以及属国后期的名将幼林江维 可以说四人刘备已经独得其三 为何却仍然败了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蜀国的注识卧龙诸葛亮 诸葛亮是早年跟随叔父诸葛玄游历到荆州的 诸葛玄死后诸葛亮便在龙东一带隐居了起来 一直到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之下 还请出了诸葛亮出山相助 三国蜀诸葛亮出师表记载 尘本不一 居庚于南洋 狗拳性命于乱世 不求闻大于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 未自忘居 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资臣以当事之事 留事感激 遂许先帝与去迟 凤厨庐统是在诸葛亮出山比较长一段时间之后 才加入到刘备阵营的 庐统生于公元179年和诸葛亮年人我相仿 我们知道庐统的外貌形象不太好 甚至可以说从表面上来看并不是特别聪明 至少和诸葛亮比起来差远了 不过好在水晶先生有诗人之名将其推荐给了刘备 不过也是几经辗转才得到重用 然而在公元212年 刘备与刘章决裂 庐统不仅献上锦囊妙计 同时还自己率中功成 最后不幸中箭身亡 年仅36岁 诸葛亮的龙中三侧才进行到第二步 奉出庐统便牺牲了 今中又剩下了诸葛亮康大旗 而最后一个幼邻姜维归属蜀国的时候 刘备已经去世五年了 不过他却得到了诸葛亮的重用 并随诸葛亮出骑山北伐 一路上立下了不少的功劳 正是在北伐时 诸葛亮遇到了他的平生大敌司马懿 当时的蜀国有诸葛亮在 姜维也只有在一旁学习的份 所以他也是亲眼见证了这两位 旷古绝伦大谋式的斗智斗勇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司马懿有一个外号正是叫轴虎 我们知道争夺天下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只可惜刘备只得了人和 当初诸葛亮出山的时候 水晶先生便曾感叹到 卧龙虽得其主但却不得其时 最后果然意义中地 天时和地利最终都偏向了曹魏阵营 伤方古一意便能看出端详了 而在诸葛亮于公元二三四年去世之后 姜维甚至在刘善投降之后 依旧不放弃不忘复国大治 然而最终是孤长难鸣 被魏军所杀 祖国之所以灭亡 你认为仅仅只是天时的问题吗